大家好,欢迎你购买新天版手持激光焊接机 下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来学习一下手持焊接机的应用和使用 使用激光手持焊接机之前需要准备水、电、气三样东西必备条件 气需要一个多性气体、氮气或者压气 表需要准备一个氧气表就可以了 需要咱客户准备18升的纯净水或者蒸留水一桶 再需要有一个空开63A的空开一个220的 1000瓦、1500瓦现在是220伏 2000瓦是380伏的 这是一台标准的一台1000瓦的所有的配件 需要有一根送司机的电源线 激光器的通讯信号线 护目镜、喷嘴、保护镜、送司轮 水管、气管、送司机一台 送司、碳钢丝一盘 当你拿到这台激光手持焊接机之后 第一步首先要给机器加水 打开水冷机的加水盖 打开水冷机的放气孔 加入18升的纯净水 加水加到绿条 到达绿条的位置就可以了 加到绿的位置就OK 第二步接入气管 首先把6个的气管插入后边 OK 拔一下 接着咱和氮气瓶的气管相连接 和咱的气管和氮气瓶相连接 打开咱的氮气阀 调制压力到0.5 0.5公斤 OK 当你拿到机器的时候 首先检查这个名牌 名牌上会有标识 明确的标识 这是一台1000瓦的手持焊接机 上面有工作电压 工作电压是220 就需要你接入220的电 如果是38 都需要你接入38的电 现在这台是一个220伏的 整机功率大概在5.5千瓦 这是一台1000瓦的手持焊接机 焊接机的话 有一条线 电缆线连接 需要把这条线 接到220伏的电源上面 L接火线 N接零线 PE接G线 L接入火线 上进 上进 N接入零线 上进 上进 PE接入D线 上进 好 接入完毕 接下来咱要接上送司机的信号线 需要接入这个4区的信号线 送司机的信号线 需要接入这个4区的信号线 需要接入这个4区的信号线 送司机的信号线 直接连接 连接 连接好 OK 可以了 再需要接入这一个3区的电源线 送司机的电源线 好 之前咱们的水 气 电 都已经上完 现在需要是通电 220的电 确保没有问题 用万用表凉了 确保了电压没有问题 可以通电 正常上电 220 第一步 先通上外围的电 送司机的电源线 需要一个220的插牌 插上 再就是把后面的空开 给设备整齐送电 这有一个自保护的 如果没有电压 它是推不上去的 如果有电就可以推得上 打开的话 后边的4个风扇 会主动开启排风 降温 OK 首先检查 急停是否复位 PH是关闭的 打开 旋软扭 它是打开的 插入钥匙开关 的钥匙 打开钥匙开关 给整个机器上电 直律灯亮起 屏幕正常 打开 冷水机 按钮 现在出现夜位报警 夜位没有到达绿色指示条 需要你继续添加水 添到绿色的绿色的条为止 重新启动水冷机 解除报警 打开水冷机 这没有报警 没有报错 运行中 说明这个水冷机正在运行 按钮点一下 待机中 这是关闭 水冷机处于关闭状态 打开 运行中 水在运行 所以说这个开关一直打开就可以 可以 水冷机运行五到十分钟 保证水温正常 和水温的温度和设定的温度相差两度 把排气孔 上 拧上 端个 把进水口 拧上 端个 防止进入灰尘 水冷机运行正常 看有没有报警 如果五到十分钟没有报警 水没有流到外边 没有流水的地方 说明正常 就是方可打开机防器 打开机防器 电源 机防器指示灯亮起 打开机防器的钥匙开关 机防器运行正常 指示灯显示绿色 如果说出现机防器报警的情况 第一个灯会显示红色 或者双灯会闪烁 这个时候需要和我们机防器厂家 需要沟通 来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接入送丝 首先打开 开关 我们也开关 一盘送丝 接入 选择送丝 但这是一盘1.0的丝 下边的轮要选择1.0的轮 接上 接下来 传入 碳钢丝直接插入这里面 检查你这选择的选择的送丝轮是否正确 现在机箱带的是0.8一个的 但现在正好是用的是一个的丝 所以说现在是正确的 1.6的送丝一副 需要1.2 1.6的丝 现在是0.8一个的轮 现在不需要更换 现在需要它压紧 打开 送丝 手动送丝 直至丝出来为止 直至丝出来10公分 接下来我们要把送丝和枪头连接 准备接入送丝和送丝枪头接入 松开 固定螺母 拆下 固定送丝小嘴 插入送丝 锁定送丝 送丝管 固定送丝头 送丝组装完毕 接下来要讲的是软件操作怎么使用 咱的软件使用需要用连续的模式 这两个模式现在不可以用 校正 是校正激光点的位置 上下左右四个轴 SY 四个方向都可以校正 故障 如果说有故障 它会提示报什么样的错误 如果没有的话它是空白的 第一个第一项 工作库 就是说在你保存焊接参数的时候 需要可以保存很多个参数 第二个激光器的功率 在使用的情况下 激光器的功率可以设置百分之百 到百分之零 吹气 关气 这两个需要有一个时间 来保护咱的镜片 摆动频率 是指咱那个枪头双摆的摆动的频率 摆动的直径 是指的摆动的这个宽度 摆动的样式 它有圆 直线 实心圆 三角形 同心圆 八字 有这六种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是指的是功率从0到1000瓦需要的时间 还是从下降 是从1000瓦到0下降的这个时间 动速的速度是多少 0%到100% 回丝 回丝长度 就是焊接的时候 丝要退回的长度 手动送丝和手动回丝 这两个设置的数值 开机正常使用的话 就是 打开激光器 吹气打开 摆动打开 送丝打开 如果不需要送丝 请关闭送丝 如果需要其他语言 请切换语言 英文 日文 韩文 俄语 这是西班牙语吧 等于语言 焊接 焊接需要 找到焦点 在0的位置 锁定 把丝放到中心 在焊接的时候 首先要拿出我们 事先准备好的 红目镜 烟钢 需要找到老虎 鱷鱼夹 夹到 咱需要焊接的焊接平台上 加上 拿出咱事先调好的焊接枪 在先准备好的台上 需要焊接 现在咱焊接的是一个2毫米的不油缸 现在需要咱把参数调到70% 1000瓦的需要调到70% 焊接的时候手织箱有个按钮 需要按住按钮 现在这个导电夹需要和枪头导电通电 通入状态之下方可焊接 需要把咱准备好的材料 乘45度夹角 按钮按住焊接 按钮不要松开 提枪 激光直接断 焊接完毕 再做一下测试 没有焊接的面 需要焊接 45度夹角 焊接 现在这个丝是送着你走 不用你去走 焊接 按钮按住 提枪 焊接完毕